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你81 7980 那是一个很漂亮的买点 来看一下 什么叫做低进 什么叫做高出 上你81打到7980嘛 有可能是本波段的最低点嘛 为什么 日线复乖力过大 六个交易日跌掉555点嘛 而且60分钟 严重背离 上你81打到7980啊 出现所谓的一个熊市背离 这个盘必涨无疑 必涨无疑 结果台股呢 涨到昨天8359 涨了379点嘛 昨天出现指标性的牛市背离啦 那我认为盘是会进行一波的短修正 为什么我说短修正 因为外资在放假 成家量不会太大 所以你今天看到大盆植物 成家量几亿 612亿啊 没有量嘛 它会修正很深吗 那昨天晚上 因为美国的圣诞节即将来临嘛 庆祝行情 美国盘昨天上了 所以台股今天再度的往上顶高啊 对 那该减码还是要减码啊 怎么样 我们昨天已经 告诉你要卖一些股票嘛 今天大半数来到8393嘛 该卖的还是要卖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 这两个礼拜的操作 不管生技股 电子股 党党有没有带会员 落贷为安 我既然会带会员买 我就更有义务带会员 选择离开这个市场了 这离开当然是赚钱 只有把资金落贷嘛 你接下来就很好运用啊 看是要等待低接呢 还是要转进下一档强势性的个股嘛 所以你看一下这档建牙 我来上礼拜五嘛 61.3卖啊 我卖在61.3啦 那其实这档股价 卖完之后还有冲高耶 卖完之后是不是有冲高 那留一些给别人赚嘛 今天建牙股价剩60.7啊 又回到我的一个卖点位置以下 所以操作要稳健 不急不虚 把中间那一段赚完就很漂亮了啦 所以上礼拜 建牙虽然卖在61.3卖的有点早 但是这就是我们带领会员真实的获利啊 前面这一趟三成啊 这一趟呢 15% 两趟的获利就是45% 这是真实的一个操作绩效啊 因为我怎么进的怎么出的 我都拿出会员的讯息来跟你对时对价 所以同样操作股票需要多吗 同一档股票 创造利润是45%啊 你需要每天 设非标 每天操作不一样的个股吗 可以做股票 两三个就有够你做 有够你贪了 如果是可以做股票呢 每天都给你两三档不同的标的 你的资金有限 你不可以这样盲目的 好不好 所以建雅 上礼拜我61.3卖嘛 今天建雅60.7啊 所以卖在一个相对高点很OK 该赚的利润 庆龙老师不会亏待你 另外一档生技股志勤 在这礼拜一 我提醒你跌破月线 卖哪 你至少礼拜一要赶快做拔档 要赶快做退场的机制 是不是 礼拜一如果志勤你没有卖 今天的志勤股价 你自己看一下 更低啊 237.5啊 237.5啊 是不是 我们卖在257嘛 今天剩237.5不是差了二几块钱 那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一个进出 的一个依据所给你的 是志勤我每一趟做每次都赚钱啊 包括前面两趟嘛 这边10张65万啊 这边10张87万嘛 这一趟小赚 至少三趟 每一趟的一个操作结果 都是正面的 都没有赔到钱 所以下一趟的志勤 它跌回什么位置 可以做接回 好不好 你自己把握一下吧 因为我前面三趟的一个操作 都非常漂亮啊 都赚钱啊 那你认为我第一次趟 把它接回 会不会赚钱 就一个成功几率来算 赚钱几率应该是蛮高的嘛 我们不能跟你保证百分之百啊 但既然前面三趟 每次操作都每次赚 那下一趟 我希望你跟紧一点 好不好 那上礼拜的一个至今 我也卖了嘛 卖在114啊 今天剩94.2耶 今天剩94.2耶 94.2耶 94.2就是我上礼拜 公望暂停16号 盘中再度的亮灯 那礼拜四呢 又涨到8.3% 今天我每天都在涨 礼拜五创新高 我喜欢卖 我卖在114 1234 四个交易日 获利超过两成啊 我怎么进的 我怎么出的 好不好 我讯息都拿出来跟你对时对价 这就是一个完整四个交易日 达到二十几%的一个获利绩效嘛 同手无期啊 你可以去比较一下其他分析师 有哪一位 可以做到像我这样的程度 把会员的讯息 全程的公开在你面前 让你解释我们的一个实例 我卖在什么价位让你知道 我卖在什么价位我也让你知道 我们不会闪躲 我们不会躲躲藏藏啊 买在队不敢给你知道 你怕被观众朋友知道之后 怕买了就套 卖了什么价位 也怕你们知道 怕卖错 我不是这样风格的分析师嘛 对 4130的建议啊 我卖了早一点啊 我也让你知道啊 对 啊卖了有冲高 该下来它还是会下来嘛 我没有跟同朋友玩躲猫猫的游戏 或是股票涨上去了 在底下画个捐猩说买进 股票跌下来才上面高档说它卖掉了 都没有拿出盘中的讯息来跟你对时对价 没有证据的一个操作分析 那叫做只上谈兵 是不是 所以你看节目要懂得看门道 不要跟别人家去凑热闹 每天数涨停 涨了一波段 你自己才去追高 套牢了算你的 那不是这样 我们代进代出的一个原则性 所给混的就是低进高出嘛 是不是赢家你继续评断 但我可以肯定告诉你 追高杀低必然是输家 上礼拜我的一个资金我卖在100亿市 很漂亮的一个卖点啦 你有对着吗 我问你啦 不是看我们赚钱很快乐 94没有买 那卖掉的一个资讯你有没有跟得很紧 你有跟得很紧的 那今天剩几块钱你知道吗 礼拜二来到99块半嘛 你要准备好跟我底接 今天一个资金呢 达到94.2 你想不想跟着第一阶 问问你自己 这个行情的脉络 清隆老师 有没有抓得很精准 7980告诉你必涨无疑 牛市贝宁的买点 跟随一下 熊市贝宁的买点 是我带给你的嘛 不然生计电子股 党党都赚钱啦 你有对着贪吗 那高档区大盘数推升了400点 该卖总是要卖一下嘛 当然每一档股票的一个转折 跟大盘数不会一样嘛 因为个股的一个量价筹码形态都不同啊 但是我低档会买 高档我们陆续的做八档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操作流程嘛 所以整个资金110是我带会卖的嘛 四天赚了二几趴 今天又达到94.2 我们上礼拜买进了成本位置附近 你想不想跟着低接 懂吗 你想不想跟着低接 上礼拜二十几趴很快啊 你没有卖 它回档下来也蛮快的 那下一趟呢 它为什么走 其实我心中有一定的一个蓝图存在啦 一档股票 当然回档修正 当然或许它会做一个短波段的一个上涨 再下来再上去 或是直直的往上走高 再打下来再往上走 其实这个一个未来的规划走势 还要依据它每天的量价筹码给我的讯号 我自然会告诉肯定这档股票会怎么走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档股票 买卖点的一个转折 是不是抓得很清楚 你刚才所看到的建雅至勤 卖的是不是很够水准 上礼拜至今的一百亿四的一个卖点 应该也很漂亮 那接下来是不是很好操作 没在每天在买股票的啦 我跟你说 操作股票 买完之后等上涨 上涨之后卖掉等下来嘛 怎么可能每天再买股票 你若是每天都想贪10% 到头来你一定是一场空 做股票 要懂得在关键性的时候 大胆做买进 比如说上礼拜的7980嘛 大胆买 上去等卖点啦 卖完之后休养生息一下嘛 等到可以低接的时候 我自然会带你低接啊 好不好 这一档生技股中域 铁板支撑是我画给你看的 铁板支撑是我画给你看的 来到铁板支撑附近 这礼拜是一个很好的借务点 礼拜一嘛 258可以买中域啊 买完之后 礼拜的中域盘中大涨7.5% 最高来到271嘛 是不是 那昨天礼拜三呢 你看到什么事情 形态没有改变 但是量不够 所以操作这一档中域 我说你只能低接 你不要照进 我给你策略一定有帮助到你 只是说盘中的讯息 你有办法同步来带到而已啦 你现在看我节目是盘后啊 接下来隔天你怎么动作 你有没有那个能力独当一面嘛 这盘好做喔 你现在回头一看 7980当然是一个大买点啦 很好赚啦 你敢不敢买当下啦 当下你敢不敢买 你敢买这一波 你一定贪钱嘛 是不是 所以整个中域 我到底看得懂还看不懂 嗯 昨天告诉你啊 量不够啊 你只能低接啊 涨上去自己不要去追 昨天礼拜三的中域 供给量不够 我270先卖了 你有没有跟着卖 昨天270你没有跟着卖 收盘收262 对吧 今天的中域有没有低点 今天中域有没有低点 今天最低的250 我昨天卖在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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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得有漂亮吗 我问他啦 我卖得够不够漂亮 我没有看懂啊 朋友那你看得懂还看不懂 如果看得懂 中域的操作 你就可以发挥的淋漓尽致 这个专业素养不是一天两天 短时间就可以达到这样的进阶 我希望我们每一档股票 整个完整操作的流程性 你都已经看在眼里面了 你接下来就没什么好等了 你要等什么 等低接吗 等到低档我盘中再买的时候 你又在观望了 等到股票又冲上去了 你自己又去追高了 你想不要拿到太多钱 所以整个中域 昨天 礼拜三我200基有先卖 因为他量不够嘛 你看我节目你只能低接啦 我不希望你看我节目自己还去追高 好不好 价值型投资节目所呈现的个股 当然都基有股 这个点 我敢跟你做保证 分析师不能跟你保证获利 但是我们筛选个股的那个过程 是相当严谨的 我们呈现出来的个股的基本面 你不用担心 掛保证 但是 那个高低点你怎么掌握 那个策略面的运用 那才是美港 好不好 所以中益量不够 270昨天先卖 你不卖 今天中益股价打到250 打到250 那下来可不可以低借 亲爱观众 想知道这个答案的 自己等一下 广告中的资讯电话 好好利用一下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你现场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猪 五分猪 不好 巴菲特 巴菲特 应该头顾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宿舍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头顾 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端线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wn line 额排气密窗 赖斯堡是最认真 最专业 最了解国际趋势的立法委员 奈斯堡委员在台北市 青澳 挖泊 或任何需要协助时 董事义不容辞 可以立相挺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帮手 这是我们立法院 很重要的资产 最优质的立委 奈斯 欢迎问到节目的现场 昨天我告诉你 我卖了一些股票 今天我还是提示你 该减码的 你还是要站在高档做把档 好不好 低档会买 高档更要会卖 那是赢家的一个操作风范 所以你来看一下这档享受 我什么带进带出的 12月14号上礼拜 大凡之后达到7980 这档TypeC的概念股票 利用大凡集点布局 当日股价198.5 200以下算我的 跟我买 连续三天都不动 从上礼拜一到礼拜三 我告诉你即将发动 童谣你看得出来吗 你看得出来吗 当天的讯息很有价值 我只是问童谣你看得出来 这档享受 他当天黑鸡棒打到197 你看得出来他即将发动吗 我们给予会人的资讯 到底有没有价值 不是凭空杜撰 上礼拜三打下来即将发动 是我在节目当中告诉你的 所以我在盘中告诉会员 199跟我买强说 月线翻扬助涨不变的强说 低档跟我买 勇于承接在低档区 但是要有根据 好不好 接下来就开始上涨了 礼拜四大涨了8.6% 礼拜五股价又不动了 很多人很害怕又想拔档了 好不容易涨一天嘛 又休息了 至少有赚钱那就先卖一趟嘛 很多人会这样操作 但是如果我盘中告诉你 下礼拜详授准备大涨 你不仅不会卖 你还会加吗 我讲这句话 有没有讲到你一个心坎 就是这样做股票 所以跟详授呢 上礼拜我讲完之后 礼拜红K棒涨了6块钱 我说暖升 暖升完之后就冲出去 礼拜二冲到228 礼拜三 冲去之后的一个详授 我帮你踩刹车 因为它没办法过高 量价告诉我 它没办法过高 所以我在礼拜三 26 卖降硕 讯息再对时 对价一次 昨天的一个降硕 9点40分 以昨天的成价量 没办法过前波高 25以上获利卖出 我在9点40分 通知我的会员 25以上卖 你当做挂价 你可以卖在226 因为经过一分钟 股价在226 所以对时对价结果 详授 昨天礼拜三 你可以跟我卖在226 为什么要卖 为什么 因为成价量告诉我 它没办法过前波高 这是我常常告诉你一件事情 一档股票来到前波高 那就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 如果你对它量价筹码 了解得很深入 它可以过高 不用卖 但是如果没办法过高 该拔档 你就跟我拔档 所以昨天想说 226我先卖一趟 从199到226 10张27万 全程的一个操作 有没有摊开在你面前 让你知道 我们是如何赚到27块钱的一个利润 这个讯息的一个进场点 跟卖出的一个位置 我们都拿惠能讯息来跟你对时对价 这就是一个惠能一个绩效的流程展现嘛 好不好 所以我们给一个想说 我昨天226卖啊 你如果没有跟我卖在226 昨天杀下来剩209啊 10张差了17万啊 今天想说 就好像不动了嘛 是不是 就在平板附近震荡了嘛 那我昨天的卖点 有水吗 我先问你啊 所以呢 一档股票 接近前波高 大部分人多认为是要先卖一趟啦 但我讲过 筹码 量价 会告诉我 到底会不会过前波高 就如同上一次智琴的一个操作啊 11月份嘛 他来到前波高 如果你卖在这个位置 你后面四十几块钱你就少赚了啊 你还记得吗 我们来看一下 11月份 当时候智琴我从193开始买嘛 买完之后 他是直直的冲过去 冲上去 来到237.5嘛 那距离前波高240 差了3块钱左右嘛 我说前波高不是问题啊 要做完整个大波段才是关键嘛 如果你赚了44块钱 来到前波高你先卖一趟 那后面一大段你就少赚啊 后面这一大段你就少赚啊 你如果卖在237.5好了 跟我卖在280了 差了四十几块钱呢 那不是 所以上次的智琴 我有因为来到前波高就卖吗 我说前波高不是问题 他会过 冲高之后我卖在280 十张87万弱带啊 这就是一个操作的一个概念 只是说 一千多档股票 你要把每一档股票的量价筹码 形态 了解得很透彻 我相信一般朋友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呢 专业的是 交给专业的分析师来帮你代劳 你会比较轻松嘛 是不是这样 所以昨天的一个志冠我也卖了啊 卖在66.6 很漂亮的一个吉祥数字嘛 对不对 66.6 过年快到了 希望同庙你的操作66大顺 真的是这样啦 我卖在66.6啊 今天股价剩几块钱 64.3啊 66.6 到今天收盘价64.3 差2块多耶 10张也差2万块耶 所以非非算什么 为什么 我要实时不二价 我们要给惠能承诺 就是品质的一个保证 你要便宜的 要打折的 我相信很多分析师都在 都在招聋你啦 但是绩效代表一切 绩效比任何优惠还要重要 没有绩效一切免谈啦 你是有参加过那么多分析 你知道啊 你去参加很便宜的 结果你输的钱比 角度费费要多了好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 那不是没错嗎 我们这边要给惠能承诺 就是操作品质的保证 我会有没有代进代出 相信这两礼拜 我们所呈现的一个绩效 你看得很清楚啊 党党都是惠能持股 哪一党没有赚到钱 我是不是低档买的 高档都有带会把档 是不是 所以今天 这一档太阳人的新日光 我一样站在卖一帮 卖 因为他今天接近前波高 对 但他没办法过高 所以要卖 就跟昨天卖翔碩的意思是一模一样 好不好 所以新日光的一个操作 你自己看一下 12月7号 25块半卖 卖完之后 他有没有打下来 打到月线 有机会止跌向上 我23.3接回 接回之后 他跌破月线翻上去 我说有机会过前波高 我在12月7号告诉你一个重点 当他接近前波高之后 接下来的动作很重要 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 如果会过高 不用卖 但是如果不会过高呢 那你就要卖嘛 我在12月7号 所告诉你的一个策略面很重要 我知道他一定会接近前波高 那接下来呢 会不会过高 决定你的卖点嘛 今天的新日光 10.07分 没办法过高 25.2 卖 你收到我的信息 去卖 10.08分 你可以卖到25.3啊 所以对持对价的结果 今天新日光 25.3充容不破的下车 你就跟我卖啊 你如果不跟我卖 尾盘 剩24.3了 差一块钱 差很多 买个一百张 一块钱 差了十万块 所以整个新日光 两次的卖点 都很精彩 两次的卖点 都让我们会全身而退 这就是我的一个操作 所以不是每天都在买股票啦 该庭里 开测出 你要懂得 安然的下车嘛 落袋为安 是一个操作最高的指导原则嘛 你没有办法做到 如果没办法做到 清隆老师来帮你代劳啦 今天节目最后 跟同朋友讲一档 还不错的极油性的股票 把握住一下 它未来的波段走势 这张股票 之前都没有量 出现两根大量的索码 接下来很容易冲出去啦 因为它是一个底部形态 你有沒有看到 那这档股票跟油价有关系 那跟油价关系是负关系 油价跌 对公司的营印月姬 是往上的 这是一个重点 另外这档股票 股本高达200多亿 不是2亿 所以它的成家量很大 好近好出 有索码的基欧股 又在底部 它未来的波段利润 该怎么掌握 等一下广告中资讯专线 我希望你好好利用一下 明天见 好痛 请用五分珠 吹起听 请用起听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投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清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初夏专线 迎来2781-01909 2781-01909 铸链 轴轮精细的磕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不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筑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天空拍拨 你便该赶钱吗 龙兴专业银行贷款顾问 02-6637-1353 龙兴 有些人比你更重要 中央世间 那一切梦 房车帮自己 方向